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呢是一起来测试一下Hourglass的这一支粉条 是他家新出的一个底妆 然后我入的色号是Bisque 这个色号呢对于我来讲偏白一点点 这支粉条的外观设置呢 我觉得还是蛮大方简约的 并没有很花俏的这一些东西 然后打开之后呢 里面是也是三角形的这一种样子 它的容量很少 它的容量只有0.25盎司 一般性正常的粉底来讲的话是1盎司 所以它才四分之一 而且它的价钱也不便宜 我这边的话是在加拿大官网 斯福兰官网上面买的 它是56加币 好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个粉条好了 根据它官网的描述呢 它是一个比较持久的 然后高遮瑕的一个粉底 它有12小时这种待妆时间 然后可以提供像遮瑕膏一样的遮瑕力 我觉得Hourglass将这一支粉条定位成多功能的一个产品 它既可以作为底妆 又可以作为遮瑕膏 收容 高光 这一些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的一个定价会比较高 虽然这个量是真的真的非常的少 它还提到一点 就是说这一款能够根据你就是那种体温可以很好的将产品融入到你的皮肤当中 所以我觉得说可能是就是说想打造那一种更加尾素颜的然后自然的一种妆效吧 所以看下来呢 它宣传的这几个特点还是非常的吸睛的 而且本身也蛮符合作为油皮的我的一些需求吧 我想要追求的也就是持妆利好 然后高遮瑕 它并没有提到这是一款雾面妆效的 但是根据我前几天这样带妆下来呢 我觉得说它不属于那种光泽感的 所以也还好 好那简单介绍就到这边 我们现在就直接来上妆 根据它官网的那一个使用指导呢 就是说用刷子会比较好 那这边我就用像 我没有买它家的那一个配套的刷子 我觉得好像并没有太吸引人 而且也不便宜 然后我就打算用这一把SIGMA的F80 就是那种平头的那种Cupkey Brush 好那我现在就上半边脸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遮瑕力 到底是什么程度 我先在脸上滑几条 这边提一下我今天用的装情是 Smashbox的一个就是最经典的那一款 白色透明的 它的一个晕染度还是不错的 延展性也还可以 所以就并没有说需要花很多功夫或者时间去晕开 好那这一边呢是上了一层的这一个妆向 嗯跟没有上妆的这一边相比呢 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肤色被调明了 嗯从这下度来讲的话上了一层的感觉呢 就是说只是遮掉了一半 就还是可以看到有那个痘痘 然后痘印在只是说没有那么的明显 所以我打算还是要再上一层 同样嗯还是在脸上画一条 这个设计比较好的一点 我觉得就是说嗯它可以达到你那些脚脚落落 比如说像这边鼻翼的这边就很容易这样上上去 刷子呢我还是使用那一种爱你来点压型的 然后让我觉得说这样子的话 学校里会好一点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上了两层的一个效果 跟之前的第一层相比呢遮瑕力是有提高 但是像这边一个痘痘的话是还是没有遮掉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嗯我打算呢今天的那个遮瑕膏也就不用就是用它 既然它说是可以当做遮瑕膏用啦 所以呢我就局部再加一点点 这个痘痘上面 然后这个痘痘这边好就这两块地方需要真正遮瑕的 好这一把是real technics的一个double shadow brush 这就是就小一点点的 这边是两层加一个局部遮瑕的一个妆效 那接下来的这一边呢我就打算快一点上完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现在我整个粉底也都已经上好了 试一看的话可以发现我下巴这一块因为过季嘛 它都有一些比较干燥的一些地方 还是蛮明显的 毛孔的话呢我觉得在一定的程度上面是有是有隐形调一点 然后粉感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啦还是有可以看到一些粉感 遮瑕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 嗯还算满意吧就是经过叠加 那我现在就直接定妆吧我用的是physicians formula的这一款定妆粉 顺便讲一句它的一个妆效 我觉得就像我讲的它并不是那一种光泽感的 但也没有完全说是那种 嗯 雅光雾面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那种semi matte 基本上 然后整个底妆我都已经上好了 我之后呢不会上任何的 어 修容和高光 我就会上一点点啊 腮红 然后完成我的一个眼妆 那现在我就去一个时间 嗯 上午的9点55分 那我们过几个小时再见咯 拜拜 今天时间呢 是下午的1点55分 好 那我们第一次check in看一下 因为脸上呢出了点油 所以整个底妆的话 相比于上午比较服贴 然后粉感没有那么的重 但是下巴这一块比较干燥的地方 还是会显出来 并没有发现什么脱妆的情况 颜色的话也跟上午的时候差不多 并没有改变太多 所以没什么氧化和暗沉 那以上呢就是第一次check in的一些情况 我们过几个小时再见 拜拜 现在时间呢是5点55分 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脱妆非常的厉害 因为我前面有出门过一次 然后头发的话是有不小心被吹到脸上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小姑娘都有嘛 对不对 然后当我把头发剥开之后 我发现脸上有很多一条一条的 我那个时候就下了一条我想说哪里来的 后来一想哦原来前面我有剥过头发 但我只是轻轻的在剥 并没有那种很夸张的那种一撸的那个样子 整体来讲呢油光感非常的明显 可以看到的是鼻翼两边的话是有 还是比较明显的脱妆 下巴这一块呢 已经有出现斑驳 那最后呢就是它的一个颜色 我发现有一点点变掉了 因为早上我记得我刚上上去的时候 是明显的发现会比较的白 跟我的脖子相比 现在的话我不知道你们在镜头里面能不能发现 但我自己照着镜子看的话 我会觉得说脸部的这个颜色 和我就是身上颈部的这个颜色的话 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 那现在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正好 所以呢关于这一点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在选色上面的一些小参考吧 那第二次check in的情况就是这一些 我们晚上再见拜拜 好现在呢是晚上的9点55分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整张脸的一个油光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这一点的话其实在第二次check in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对于比较干燥的地方呢 现在变得非常的难看 其实除了斑驳还有显干纹 毛孔是有鸡粉的一些情况 OK那我现在就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Hourglass的这一支粉条的一些优缺点吧 先讲优点 首先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包装的一个设计蛮好的 像你出去旅游什么的带这种的话会比较方便 而且也不会占地方 上妆起来也快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一个上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因为它高体延展性非常好 也很好推 第三点呢就是它的一个颜色还是蛮保真的 和你刚刚上上去没有差很多 接下去就是一些缺点 第一很明显不控油 当然它也没有说主打是控油的这一款产品 我只是说想在这边跟大家指出一下这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它不持妆 不像它讲的那一种好像很厉害的12小时啊怎么样 我带妆到现在已经足足有12小时了吧 但是在当中的时候我就有发现 就是说它很会transfer 特别是我出去之后回来了 我就一直把头发给扎起来 我就不想放下来 我也不想说喷脸什么样子的 宣传它为持妆的那一种产品 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太牵强了 第三点呢就是会显肝纹 还有会有一点小斑驳 第四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性价比并不是太高 就我自己而言的话 我并没有发现说我只要用一点点 它就能够达到我想要的那一种妆效和遮瑕 我必须得上两层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用量跟其他的一些好像没有差太多 在综合它的一些表现之后呢 我就觉得好像这个56块钱有点不太值得 当然这也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并不是太推荐这一根粉条 对大油皮来讲它不取妆不控油 就没什么太大的优势 干皮的话呢大家只要看我这一块就知道 我这个也是骗不了人的 对不对 它显肝纹 然后又显这种dry patches 这个我也造不出来假 对了还有我要提一句的就是说 今天并不是我第一次用它 我前几天就已经开始用了 然后已经有用了一个星期 所以今天并不是一个例外 因为它的一些表现跟之前戴下来都差不多 就是这样子 对于我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失望的 我们没有觉得说这个钱花的有多么的值得 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支Hourglass全天册的一个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够得到一些想要的信息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